7块钱是吧 7块钱 哦对了 好 这块大股 多钱你去的 啊 你给我直播啊 不直播,这设计撤销,做视频 来,放两个这个 虽然热心的老板把待遇你处理好了 但是待遇最新的地方是贴着鱼骨的一层黑血 还有肚子上面黑膜,都要自己弄干净 处理好之后剁成长段 加上拍碎的葱姜,盐,料酒,拌匀腌制10分钟 腌好之后一定要把表面的水分控干,才能下锅煎 煎带鱼的时候油温要高 带鱼下锅之后表皮能够快速定型,这样就不容易碎了 全部下锅,轻轻的晃动,让煎的均匀一些 一面煎好,翻面来煎 两面全部煎好,加上生姜,花椒,八角,干辣椒 在盐的锅边淋上料酒增香 淋上生抽,呛出生抽的香味 加上开水 放上蒜子,葱结 调味放上盐,白糖提鲜,白胡椒粉 低点老抽上个色 陈醋提个味 盖上锅盖,中火焖8分钟 揭开后开大火把汤汁收浓稠就可以了 好了,一直收成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下面用这块前腿肉来做一个蒸肉饼 先把猪肉切成大块 清洗一下,再剁成肉末 不需要剁的太细 带点颗粒,这样口感更好 加上盐 白糖提鲜 生抽 葱姜水 一斤肉大概2两葱姜水 按照这个比例添加 用干净的手搅拌均匀 觉得干了,再加上一点葱姜水 继续把肉搅拌至发黏拉丝就可以了 然后再摔打个十多下 让肉质更具口感 泡发的干香菇和马蹄切碎 放到肉馅中 再加上玉米淀粉 还有少许的手用油 再次拌匀就可以了 把拌好的肉馅平铺在一个盘子上面 蒸锅上气 开大火 盖上锅盖 蒸12分钟即可 蒸好了之后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这道蒸肉饼是推荐菜谱 没做过的朋友试一试,特别的好吃 再来做一个丝瓜蛋汤 丝瓜切成滚道块 切好的丝瓜蛋要用猪油炒一下 这样烧出来的汤才会更鲜 这个也是这道菜的关键部分 把丝瓜炒软 炒软了之后加上清水 然后调味放上盐 白胡椒粉 鸡粉 烧开了之后淋上蛋液 出锅 撒上葱花 淋上芝麻香油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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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个水 吃吃了 哎呀 妈妈帮她 好了 好了 不要吃 妈吃了 吃点一个大桶 师兄 哈哈 师兄